老伴的呛锅面 出熟了 这碗今天懂我的啊 同志们 我今天做一道非常简单非常好吃的 叫呛锅面 这个呛锅面分荤的素的 我今天是素的 我运用了西红柿啊 西红柿我烫了一分钟 鲜花石子刀再烫一分钟 去皮 立刻就下来了啊 这小瓶是非常简单 下来了 师爷你这柿子是汤底是吧 对啊 用柿子当汤底啊 这是素的呛锅面的一种 哎 非常好吃啊 你这切什么 切丁 细点切丁啊 对了 这柿子现在挺硬啊 就得切细点啊 哎好嘞 好炒成泥是吧 对 炒成熔了 素的啊 还有点葱花 这么多 哎 它这个味道啊 浓 这个搁点虾皮子 提鲜 也是汤底 紫菜 是最后发 也是提鲜 哎 这个西红柿呢 是汤底呢 除了以后呢 它一种色酥的颜色 一个特殊的味道 哎 来吧谁啊 现在咱就开始 热锅 揽油 葱花 哎 哎 好多香味 下西红柿 哎 这个多炒两分钟啊 现在呢 已经成泥了 好 估计泥状 这个味更好啊 对啊 这个鲜豆沙粥 这样 融到汤里了 快的方法 快就这样行不行啊 可以啊 对 虾皮冷起来 这虾皮洗过了啊 洗过这虾皮 哎呀 出味了 鱼热 出香味 少来点酱油了 OK 下水 热水啊 在北方大厦的时候 我们这个接待这个 手掌的时候 一般那个手掌啊 稍微 胃口不是太好了 或者身体不是太舒服了 完了就告诉秘书 就告诉说 这个今天晚节手掌了 呢 要吃千坡面 要吃素的不割肉 哎 对 我们就给他这么做 哎 果然呢 就是做好了之后 手掌一吃吃的很满意 舒服 它是舒服 而且呢 对这个胃肠啊 吃完了以后 汗不了水呢 哎 好 热量上了啊 对 早餐也可以玩这样 早餐也可以 这就快了 一般是早餐也用 大多数用的是啥呢 我们都是那个接待手掌的时候 修业 修业 来个 来个这个 修业吃这个的比较多 哎 呃 但是呢我们这 清坡面呢 分啥呢 有割肉的啦 割虾的啦 哎 不一样 还有割白色的 还有割白菜的 都不一样 我们今天呢 是做的这个 是割番茄 这个番茄呢 是口味呢 它吃这个 完了之后啊 就是特别 开胃 有这个爽的那种感觉 开胃 哎 两勺 好 一勺肠 再来点鸡汁 也是汤里是吧 也是鸡汁 我告诉你 就靠它提鲜的 对 好嘞 挂面就可以啊 来 挂面 撒开 哎 看这边啊 现在这个面呢 已经生开腰了 生开腰了 生开腰了 我们就加一勺胡椒粉 散开 这提味啊 香油 还是提味 咬味 是啊 这个 哎呀 真是 紫菜 紫菜 出锅之前啊 好嘞 老盆的切过面 出锅了 哎 这一碗今天走我的啊 行不行 不行 师爷 我感觉这个汤啊 你看这煎的特浓 吃这个面不太后悔的 哎呀 呛锅面 师爷你说说呛锅 它就不一样 呛锅这个味道呢 非常浓郁 通过呛锅呢 它这个香味 这香味了 师爷 鲜鲜的口味 虾皮 这个紫菜提鲜 带有柿子做汤的 那头子绝了 而且你看很稠啊 它这个番茄啊太美了 当然了 行 师爷这个方法 哎呀哎呀 这就是老牌的一个 千锅面 千锅面太美了 回家咱们赶紧做啊 就是快 千锅面 就是快 就吃就舒服啊 下班回去啊说 嗯 十八十分那把根了 没事 就是快 每日烟火器 尽在牢尹鸡 我们下班